MANCOP AUTO 大家好 我是Brian 今天跟大家試一輛新的S-Class 223 我們一直用車都是用S-Class 一代接一代,一接一代都是這樣換下去 每一代都看著它動力、安全都有進步 去到2021出的時候,我們都很興奮 車尾到香港已經pre-order 但是收車的時候,就有點失望 因為新一批很多小問題 去到2014年,2022出的時候 我們都擔心會不會第一批會有很多小問題 所以那時候就沒有買到222 就買了Ghost 但發覺Ghost的日常使用性並不理想 今天試一試的223 看看可否重新 令我用S-Class作為日常的代步工具 我擁有過這麼多代S-Class 我自己最喜歡W220的外型 它的外型比較遷秀 這輛線條優雅得來,很有氣度 我特別喜歡它這個大的鬼面罩 看起來很霸氣 外型也比較遷秀 但是它整個車看起來比較大氣 買S-Class每一次,第一個位置我試這個位置 因為我知道自己最多時間就會在這個位置 這一代呢 我比較喜歡有這個M-Bus系統 非常之方便 可以按它出來 可以控載音響 電話 渦載音響 可以看著去哪裏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因為以前比較尷尬 就是如果我想轉其他音樂 我就要叫上司機 麻煩你幫我轉去哪個台 或者開哪支CD 現在我全部可以自己搞定 這張椅子呢 我覺得比我朋友的意義更貼身 那皮質呢 就是平置一貫的厚實 那空間呢 你買得S-Class也不會失望 但是如果你覺得高大一點 腳空間不夠的 按一個按鈕 將椅子會移到很前 那你的高大也不會頂腳 用Comfort Mode開始試這輛車 就算Comfort Mode 現在這些細彎呢 很明顯覺得 C-Lin Ratio比之前幾代快很多 也是傳統Benz那種Comfort Mode 很快很順 已經上了幾隻波 剛剛過了一支紅綠燈 這個Stop and Go 再重新駕駛 比其他品牌順好多 始終S-Class是一個舒服車 現在我們滾過D-Bombs 發覺它過濾得非常好 這輛車的軚感 軚盤 坐姿、駕駛氣氛很適合自己駕駛 所以如果那天司機沒有上班 自己駕駛呢 其實都挺開心 這輛車的軚感 現在正在赤開車很好力 原來這輛車 有520Nm的扭力 然後1800轉影出來 現在走Sports Mode 波箱明顯想保持球 保持久一點才轉波 還是很舒服的 但明顯比之前Comfort Mode更硬 而軚感也是比之前更硬 現在用比較快速度轉彎 這輛車的軚感也不算嚴重 尤其是以這麼大的車來說 算是很瀟灑 就算Sports Mode 我大腳踩油 車還是很安靜 引擎聲音也不明顯 好了 今天試完新的W223S500 可否吸引我重新做S-Class的車主呢 答案是觀望的 今天試過很好駕駛 很好駕駛 但我要在一段時間 看看新技術會否成熟 值得等待 值得考慮